迪士尼成立于1923年 创作出许多我们喜爱又讨喜的卡通人物 然而在众多的角色中 也许多都有同性恋倾向 几十年来迪士尼公司通过企业手段和电影内容 来实施所谓的同志议程 简单来说就是帮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更包容的世界 今天五件小事为你带来五位来自迪士尼的同志卡通人物 当年席卷全球的冰写奇缘 许多人认为Elsa的故事就是在隐喻一个躲在柜子里的同志 他们不能向别人展示他们的真实身份 而只能默默的隐藏自己 但在冰写奇缘里的杂货店老板Oken的同志取向 比Elsa更为明显 有一幕Oken对着桑那间的镜子喊道 YOUHO FAMILY 而桑那间里头有一名年轻男子跟四位女童 因为这一幕导致许多网友纷纷揣测Oken跟那位年轻男子是伴侣 他们也领养四名小孩 虽说制片上没有表明Oken和Elsa的性向 所以身为观众的我们也只好期待19年上瘾的冰写奇缘2 看看导演会给出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电影里的仆人莱福是一名同性恋者 他恋上他的帅哥主人加斯顿而默默为他付出 但加斯顿却对女主角一见倾心 利用各种手段来得到女主角 电影的结尾是一场舞会 几乎所有的角色都参与 并且男女配对 值得一提的是来福的舞伴是个男人 不过来福的同志桥段有着更深层的意义 美女野兽的真词人Howard Aschman就是一名同性恋者 然而不幸因暖上艾滋病在1991年离世 美女野兽曾夺下许多音乐大奖 可惜的是Howard都没有办法参与 主题曲Beauty and the Beast中的一些歌词 如 Ever just the same Fighting you can change Learning you were wrong 仿佛都在隐喻 同性恋人并没有那么可怕 或许 他们就像电影里的野兽 非常的温柔 且善良 无敌破坏王里的糖果王 是电影里头的反派 他每天都身穿华丽的衣服 说话口齿不清 有着一副惊悚的脸庞 同时他也住在他最喜欢的粉色皇宫里 他喜欢向他人展示他自己的权利 使别人觉得他高高在上 糖果王称他的下属为Nelly Waffer 这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贬义的称呼 说到这里 吴健觉得糖果王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 孔同同性恋者 他们喜欢向同性恋施展暴力或言语霸凌 来掩盖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说到底 也是一个悲哀的角色 小美人鱼的大反派乌苏拉 吴健觉得是最有辨识度的迪士尼反派角色 他的造型完全参考现实世界的同性恋艺人Drag Queen Divine Drag Queen是指穿女性服装来扮演女性的男性 他们被世人认为是变态 所以他们选择用这种大胆的变装来释放自己 在西方国家 乌苏拉一词也用来形容熊族的女同性恋者 值得一提的是 刚刚提到的作词人Howard也是此电影的歌曲作词人 肯尼在玩具总动员3里首度露面 肯尼爱感时尚穿潮服 对于怡态十分注重 身体面不保养 从不马虎 再来就是6块的标准腹肌 都是现代同志所向往的目标 在电影里 肯尼总共换了超过50套的衣服 肯尼个性敏感 也非常注重他人对他的看法 种种肯尼的特性 说是像巴比的男朋友 不如说他更像巴比的男闺蜜吧 迪士尼创作这些同志角色 对于同志而言意非凡 或许因为商业因素 制片方对于有些角色的性向说明都言人人书 但只要大家明白其中的含义就够了 你们喜欢哪位同志卡通人物呢 欢迎在以下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 可以点个喜欢跟订阅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五件小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